早安 今天是2024年5月8日星期三 歡迎收看《天開始直擊》 今早我們有海基證券 亞洲投資策略部主管溫傑 和我譚凱雲陪你一起開始 比比 今早大使有什麼焦點? 喂 出了新的iPad 我自己都留意 除了留意iPad之外 留意相關的高分 不如蘋果昨晚也出了新消息 以及連幾天消息都多 後市的走勢如何看 比比會跟我們聊 還有迪士尼昨晚也出了業績 昨天有一個急跌的情況 大家接下來是應該買還是應該沽 比比也會跟我們聊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的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的 電話是9613-3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ETF 在聊天室裏面 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一起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股是各別發展的 納指要倒跌收市 美國債息持續墜落 三大指數高開 道指和標指一度倒跌後 收市轉升 道指收市升31點 收報38884點 納斯特克指數 收市要跌 跌0.1% 報16332點 標指向上升0.1% 收報5187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要跌超過2% 歐洲股市普遍向上 一齊看看焦點科技股 蘋果發布新iPad 股價一度升1.8% 收市升幅收窄到0.4% Tesla上個月在內地的銷售放緩 股價要跌3.8% 迪士尼旗下的Disney Plus 上季訂戶數字 差貨市場預期 股價要跌9% NVIDIA 一度跌近一成 收市跌幅大為收窄 收市跌1.7% 電動車生產商Lucid 上季價虧損擴大 股價急跌14% 以月託證獻形式 在美國買賣的方網股 匯控ADR 各別發展的 京東、美團和騰訊 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匯控ADR比本港上日收市高出1% 友邦比本港上日收市高0.9% 跟大家看看 亞太區外圍的情況 日經平安指數早段跌1% 跌400點 最新報38428點 首要綜合指數未升1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升15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未跌 適齡普通股指數是升15點 這是最新的外圍情況 和比比討論外圍的美股市況 美國這個星期 其實沒有什麼重要數據公佈 不過大家就看著聯儲局官員出來 陸續有講話 感覺上口徑未信是很一致的 給大家聽說 美國李士門聯儲銀行的總裁巴爾金說 他相信高利率將會令經濟進一步放緩 令通脹降至2% 就是聯儲局的目標水平 不過另一方面 明尼亞波利斯聯儲銀行的總裁卡什卡里 他發表了一個網上文章 他提到聯儲局很可能會維持基準利率不變 一段較長的時間 因為他特別提到 通脹其中一個component就是住屋成本 他說短期內可能再升 以為聯儲局在冷卻通脹方面 有更多功夫要做 昨晚看到的情況就是 美股各別發展 債息再一步回落 到4.42厘以下的水平 這是講十年期債息 現在看看CME的數據 主流認為9月會啟動減息 還有今年就是減一次兩次 其實看到上個星期 公佈了議息會議 保持利率不變 還有公佈了6月開始 會減少縮表規模 那麼美股就開始做好了 你覺得美股未來 是否可以維持在現時的歷史高位 橫行多遲了一段時間 看你如何界定橫行 我們的觀點 應該退後一點 由去年10月開始 其實美股一直以來 有一個很大的聲勢 我們一直講的是主要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一個減息的浪潮 第二就是AI的狂潮 這兩件事其實我想 去到3月中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保留 就是由之前可能最誇張 會減6至8次息 去到大家怕一次都不減 或者有些人說會加息 那這個就是 其中一隻腳其實是有點脖子的 第二就是AI股 我想中長線來講 就未升完的 但是我們的觀點 真的有點誇張 先不要跟我討論股值先 那你見到由100升到1000 由40元升到1000 那我不開明了 那是不是要休息一休息呢 我覺得會的 其實如果不是3月中的時候 開了一個GDC的會議 又炒回輝達有新晶片 跟著說一些我們叫HBM的記憶體 再爆多一輪一點之後 其實應該是要回 所以兩個推動美國的因素 有些震動 美國高位甚至乎有回調是正常的 那最近來說 因為大家又說回 可能經歷過上個星期 聯儲局的英中大甲的評論 再加上星期五的非農業新增 即是比市場差的預期 又說回九月份可能是會減息了 所以對美股來說 叫撐住了高位 那AI呢 昨天就可能有點波動了 但總體上都不是很跌得下 所以我們暫時來說撐住這個高位 但我們傾向相信這些位置 除非個別的業績很好 否則再回多一點點 是一個理性的推測 所以暫時來說 對美股我們都覺得有機會進一步回落 特別是AI股 不單止美股 台股我們都轉了一點點 那這方面來說 其實我們反而看到資金 是不是回流回來港股呢 我們待會再談 但起碼我是一個基金經理來說 我再收到新錢 我是不是再大幅度 好像過去半年一年 立即擺放到AI股呢 我相信就未必是 我又沒有記錯 你覺得接下來會迎來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也不要說很大 因為為什麼呢 首先我們覺得息是會減的 第二 AI是未升完的 第三 我們的息比預期是遲減的話 某個程度上 因為美國經濟是比預期為好 所以我們覺得是 老套的說就是 升得多數是回的 但如果反而不是 AI升完就炒完 跟著會崩潰 又或者美國經濟是會出現一個衰退 或者最近經常被人問的 是不是滞漲 這樣的情況 美股就出現一個大的回調 因為你滞漲或者經濟衰退 是說你的收入可能跌10% 20% 你的融資成本減1、2% 是幫不了這件事的 所以暫時來說就是 升得多會有個回調 但是回調的幅度就 很難說回調 你只能夠說是高位震蕩 我們傾向再回多一點點 維持回接近年頭所說的 蘇花暫時是對的 如果大家記得 去年底 我們說今年美股有一個微笑曲線 就是第一季見高位 然後第二、第三季就會回落 希望第四季 第一,下半年美國經濟OK 又真的順利減息 然後大選又順利過渡 我們又有一個新的升市 又一個黑黑笑的微笑曲線 就是今年的美股走勢的預測 蘇花暫時是對版的 好,我們談談個別股份 好 因為近日都看到大市 可能都在高位橫行 我也不會define它 但是就是個別股份 因為出了業績之後 那個走勢就是很大分別 Disney 昨天出了一條數 其實那個股價表現 都幾出乎我的預期 因為你怎樣看都好 它收入是錯過了市場預期 同樣延續第四季是差過市場預期 但是你怎樣說 第一,盈利增長其實都符合市場預期 昨天說一下背景 跌了9% 股價就去到2月中的水平 向下保近一個2月出現的裂口 當時有一個很大的升幅 當日就彈升了一成 在上一季公佈了的業績 就是比市場預期更好 市場預期 市場今次最不買Disney的數目 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那個串流平台 Disney Plus 上客的速度 就不是不好 不過就是市場對它有一個更高的預期 第二,就是前景指引不夠好 先說一下整體數據 串流其實大家都很看著 它的業績表現 其實今次的虧損是大幅度收窄 是接近Break Even 去年同期其實是虧超過6億美元 今次最新是1千萬都沒有 即那個虧損只剩下180萬美元 以及剛才說到 每股盈利就是超過市場預期 說回市場不買的訂戶數量 其實最新是有1億5千萬的 有增長,但就少過市場預期 不過看它的數據 再說一個數據給大家參考 Disney 現在就是兩大收入貢獻業務 分別就是我剛才說到的串流 以及就是體驗入樂園玩 上一季其實入樂園玩的部分 國際業務的盈利是升了87% 那迪士尼在他們的業績上 就特別說到 是受惠於香港的Disney World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去年年底 那個World of Frozen就開了幕 還有就加了價 那就帶動到那個國際業務 Experience那裡的增長 有盈利有87%的增長 不過盈利貢獻方面 就是佔比營業比較小 還有都說到接下來會減少那個Marvel電影 以及那個電視節目的製作 因為看到市場的接受程度 可能那個增長都未必會這麼大 現在就是看了一條數據 昨晚你覺得 迪士尼的股價有沒有超跌的情況呢 你又如何看好前景 因為再上一段時間 其實它就會說到 想走Netflix那條路 就是打擊那些共享密碼的進度 沒錯 昨天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提及 你覺得昨晚有沒有一個超跌的情況 我又很難說是不是超跌的 因為萬種行程貴於市 大家估就代表可能是有些保留或者審訊 或者我想首先走下一步 其實你看到美股近期來計 都有些可能因為業績差於預期 出現一些可能10% 或者以上的一些調整 我覺得大市的氣氛 跟可能半年前有不同 那這個我想第一件事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說 你真的做得很好的 可能會保留到升勢 或者升少少 但一不對版的話 其實它的抛上壓力都很大 那這個我想 是反映著整個市場的情緒 某個程度上 附和剛才我們所說的 那個調整 可能是未完結這個論點的 好了 回來就是講迪士尼 我用我的說法去講 其實我們的看法來講 其實迪士尼可以說有三個業務 第一個就是Experience 那就是樂園 好了 第二個就是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裡面其實分三類的 第一類就是一些我們叫Cable TV 第二就是DTC 就是Direct to Sales 或Direct to Customer 就是講一些Disney Plus 第三樣東西就是Content Sales 就是去製作一些內容賣給人的 好了 所以其實我們所說的 這個Entertainment是分三部份的 另一個還是Sport ESPN的Sport 這個比較少 第三部份就是樂園 一向來計算樂園部分都是現金牛 很賺錢的 但是這裡比較穩定一些 過去來計算 如果說三年前五年前 大家 我還經常在戲院看Marvel的時間 那時候 有Star Wars 有Marvel 有動畫 拿了最厲害的一些版權 或者叫IP的話 其實真的很厲害 其實真的很厲害 換成票 你也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那些人 我會想說 於是 有兩個人 有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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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 有一個人 等於 有個人 有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